我是大把子们 我请问呢 猴子打网友是哪杀出来的心梗 这言论比我是情史黄海逆天 不是感觉比我爸经历的都多 这受众到底是哪些人啊 那小孩 而不是 这大叔 也不像啊 大学生倒是有可能 这位学友 说的就非常对 感觉和之前开朗网友的是同一批人 你们说是不是啊 就是这批好 也太严重了吧 跨国山伤痛文学 抽象的疯狂裂变 以后你们喝奶茶不用炸糖了 半糖小子都已经不能形容你们了 你们简直太糖了 他们说话也是 猴子大王一三一四 记住小孩 别碰26件中间的一行 我说为什么别碰 ASDFGKN 这什么意思啊 怪不得不让碰的 现在我连看和文都不敢了 无疑冒犯 立马再见 猴子大王七九八 你说这个七九八 这个字能懂的肯定不少了 怎么确实能这么像呢 大袜子 你这说话怎么是不像 拆开我还认识中文 偏一体我咋不认识了呢 你天 还有真实组的 他吃的泡泡糖 我做成了 不是哥们你来真的 这样好了吗 假的里面混进来个真的 开心了吧 还有人趁机城里花过山 那么你们这都是猴子大王 谁是真正的大王啊 下次我整个小号 给大家自探情报 不过大袜子们 你们别慌 感觉这个组织一周之内必解散 所以大家放心冲浪 淡了 这种不适感很快就能忘掉 淡了 除非你中毒很深 就比如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图 有反应 好 你看到这个图 有反应 会这样反应 听说 有反应 没关系 我叫你 没关系 感谢观看